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37分 今天的这期视频可谓是赤巨之 三件东西一共是买了1260块钱 你们懂我的暗示了吗 弹幕硬币收藏还有分享 Pat McGrath家推出的这个Lab系列的底装 一推出就掀起了一阵风潮 蛮多博主有做测评的 但是大部分做的比较多就是关于它这个粉底液 我这个产品已经是用了三次 今天是第四次 因为我自己是一直都不太喜欢做 first impression的那种测试 虽然我有在微博啊 B站还有YouTube上面搜索关于这产品的测评 但是我都没有点进去那个视频里看 因为我不想要就是其他博主的使用感受 影响到我自身的判断 所以今天对于这三件产品的所有使用感受呢 都是仅仅基于我个人的真实使用感 先给你们看这三件产品虽然我都已经用过了 但是它们的包装 我实在是没舍得人真的太好看了 最好看的就是它这个粉底液的包装 它整个外壳特别像那种很高级的香烟 我第一次拿起这瓶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很有珍藏感的那种中骨香水的感觉 妆前乳还有散粉的包装 相对于粉底液来说没有那么的有奢华感 但是整体还是挺好看的 那我今天为了可以更加直观的测试 这个妆前乳还有这个粉底液呢 我会采用就还是VS的方法 这边脸呢会用到妆前乳 这边脸呢就不用妆前乳直接上粉底 在我用过的这三次里面 这个底妆系列最应该受到瞩目的 最应该被推荐的是他们家的妆前乳啊 这个妆前乳的功能首先第一项 官方上面说的就是平滑皮肤 然后第二项呢是保湿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两个功能 同时在一瓶妆前乳里面实现的产品是很少的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YSL的这个黑丝缎的妆前乳 Kevin O'Connor这个妆前乳 他们两个呢都带有一点平滑皮肤的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他们俩都是主打的保湿 然后附带一点点的平滑肌肤纹理的作用 而我们今天要测试的这个妆前乳 它平滑皮肤纹理的作用非常出色 同时它的保湿力也是相当的不错 从受众需求来看这瓶妆前乳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毛孔干皮 以及就是粗糙干皮在需求上的一个痛点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其实它的质地跟YSL的黑丝缎是很像的 就颜色有点不一样 但是涂开了之后呢 非常非常明显的 是比YSL的黑丝缎平滑皮肤的能力是要强很多的 可能镜头拍不出来 这边上完妆前乳呈现的是一个皮肤微微哑光的状态 虽然是偏哑光一点 但是你的皮肤完全没有那种干燥啊 或者说紧绷的感觉 反而是觉得皮肤底层是比较水润的 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到皮肤的那种颗粒的纹理 特别是我眼睛下面就还蛮多这种小颗粒的 上粉底之前我来校正一下我的黑眼圈 这粉底液我觉得是在这三件产品当中 我个人最无感的一件产品嘛 就觉得不是那么的推荐给大家 这粉底液说是可以达到五成左右的遮瑕力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用打湿了的海绵蛋上妆的话呢 你要叠加一点五层或者说两层 它才能够达到我心目中的五层五层左右的遮瑕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遮瑕力的程度理解有些不一样 第二次试用这个粉底液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它的遮瑕力可以更好一些 用的是刷子上 遮瑕力确实是好了一些 但是四百多块钱接近五百块的一瓶粉底液 用刷子上竟然起泻起的我满头都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两个星期没洗头 我当时的内心只有两个字 震撼 沉默 哦不对是四个字 所以今天呢我还是用打湿了的美妆蛋来上妆 将来上没有上妆前乳的这边吧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它偏冷掉 这个light 2应该已经是黄掉一百了 但是它真的不黄 它是那种 我觉得它比较像那种冷色的米白色 就不是那种黄掉一百 其实跟我的肤色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契合 稍微偏冷了一点点 好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我上完一层半 这是已经上完一层半的一个遮瑕力 还是看得到很多泛红啊这些吧 就我每次用它我都觉得它在我鼻子的这一块 始终就是有点推不开 推不太均匀的那种小结块的情况 每次在我鼻子这边用都有这种情况 脸颊的话暂时还好 你用了这个妆前乳之后 后续你这样子拍的拍粉底的时候 都能很清晰的感觉得到 你的皮肤是光滑的 粉底都特别好推开 上了妆前乳的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鼻翼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干粉感 有一点点小结块 但是比起这边真的好了很多 而且这边皮肤看起来真的好光滑呀 这边的话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干粉感 特别就是鼻子的这一块 还有眼睛下面 就比较粗糙一点点 我再用这个粉底液再局部 用小刷子叠加一下遮瑕力 我今天除了黑眼圈的部分之外 就脸上的其他地方就不用额外的遮瑕了 这样可以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 它遮瑕力的持妆情况 但黑眼圈我一定是要用其他 其他产品遮一下的 因为我等一下要出去 约了一个舞蹈课 其实我上这个舞蹈课挺久了 但是前段时间 我不是就做了鼻子的手术吗 然后做了手术之后 医生说不能够运动 就不能够比较激烈的运动 所以挺久没趣了 我把我的黑眼圈遮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来上这个散粉 这个散粉呢我买的颜色呢是light one 然后这个散粉的话呢 我觉得跟我一直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Hourglass的这个粉饼 真的还挺像的 都是属于那种粉质很细腻 很清明的那种感觉 这个散粉呢你光是这样打开 看它的粉质 你会觉得还蛮粗糙的 但是一上脸呢就会感觉到 那个粉是真的很细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 你看它的形态的时候 或者说你吹到空中的时候 它不是那种烟雾感的 你甚至可以看到一颗颗的那种颗粒 但是它上脸了之后那个粉好像就是 融到了你的皮肤里面去 如果要比较就是它跟Hourglass的区别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 Pat McGrath的这个会更加的偏雅光一点点 然后定妆力会稍微的更强一些 它的妆效真的很轻盈 它会让你的底妆稍微变得哑光一点 但又不会完全的把你的光泽感给覆盖掉 不会变成完全的哑光 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散粉出来的妆效还挺好看的 它不是完全透明的 因为它有分色号 它是比较通透自然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这一边 这边真的看上去就很干净 如果搭配这个妆前乳 然后这个散粉 去用一个更质量更好的 妆效更好看的粉底的话 我觉得会比现在更加的好看 我们下来看 在等我的外卖来之前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两天拆的一些快递 就我放在这个桌子上 还没有把它收到我的房间里 时间第一个是我特别期待的 这个开放矿的修容书 然后好像是新出的 就是这 然后以后大家应该会看到 我视频里会比较经常用到它 然后这个 这个呢是我回购的 RT的两个小遮瑕刷 我之前的那一把呢 不知道怎么了就不见了 突然之间就是在我的那些刷具里面找不到了 就是这种蓬松的 像一个小型粉底刷的这种 用来遮眼睛下面啊 黑眼圈啊 特别的好用 然后这个呢是店铺那边给我寄的 就让我试用一下 长这样 这个叫什么牌子啊 黑露露 然后这个呢是 这个是 品牌方给我寄的吧 这是哪个牌子啊 花之小 花之小 我还没有用过 这样 长得还挺漂亮的 然后这个 这一盘 高光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毛哥瓶的 美粉 这个手机壳呢是我的朋友们说 要用同款手机壳要跟他们一起买的 我的晚餐就到了 是 很丰盛的水果 有黄桃 有芒果 西瓜奇果 火龙果 葡萄 香蕉 还有菠萝 就品种还挺多的 现在的时间呢 已经是晚上的九点 九点半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我肯定是要打光进行拍摄的 跟今天早上的那种 全自然光的光线是不同的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上妆前乳的这一边 其实保持的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它的遮瑕力稍微 可能因为出汗啊什么的 有点降低了 你看我这个痘痘 这个小痘痘 然后这个小痘印 就这些就比上午 刚刚上完底妆的时候 要透出来了一些 然后鼻子这边呢 就这个地方看到吗 很细节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上午的有一点结块 现在呢 因为可能出了一点油吧 所以那个粉底有一点绒妆了 所以那个结块呢 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没有早上这么明显 上午妆前乳的这边呢 我觉得跟早上一样 还是呈现一个 比这边要更加光滑细腻的感觉 我再凑近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两边 鼻梁旁边 还有眼睛下面那个颗粒感的差别 是不是明显这边要更加光滑一些 三款产品的使用感受呢 其实我在上午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很详细的描述过 我最后这里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它的包装确实是很好看 但是就粉底液本身的质量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来讲 有太多比它好用 比它质量高 比它妆效好看的粉底液可以选择了 然后呢就是这个粉质看起来很粗糙 但实际上脸出乎意料还挺细腻的散粉 这个散粉我个人还是挺推荐 它给中性到偏干的皮肤去使用的 如果你本身就喜欢底妆是很清透的那种 不希望散粉在你脸上掩盖太多粉底的光泽 那我觉得这款散粉你可以考虑一下 最后就是妆前乳了 我觉得这个妆前乳是Pad McGrath家这次推出的底妆系列里面 我个人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产品 就像我今天早上说了 它弥补了很多大毛孔干皮 还有粗糙干皮的一个需求的痛点 再加上我一共用了它四次 每一次在我脸上我觉得都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 如果用这个妆前乳去搭配一些质量更好 妆效更好看的粉底液的话 我觉得会出来一个相当出色的底妆 底妆妆面 这个妆前乳我买的价格是405块 其实单纯的一个妆前乳来说 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可以多去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博主对这个妆前乳有过评价 就这个真的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使用感受 好了那这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